诶我Jack 你怎么也被分在六中了 你在小学不是给老师做牛做马吗 我们都以为你要去去重点了 没想到还是和我们一样在六中啊 可歌可泣啊 胖子啊 够了 我Jack这次还和我们分在一个班 大家都是老同学 你别说话带着刺啊 是我带着刺吗 你想想小学的时候 我Jack每天都要给老师打小报告 我小学那五年拜他所赐 几乎每天都在做值日生爱 好啦 少说两句 我Jack也只是被老师利用了而已 什么叫被利用啊 胖子啊 我告诉你 我在小学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已 我也不是针对你 课上只要违反课堂纪律 我都会告老师 我觉得我自己没做错啊 哎 我错 同学们 最近大家新闻都看到了吧 神州五号发射成功 下个月市里要来领导 看看我们学校的同学啊 从神州五号上面学习到了什么精神 所以到时候呢 我们要表演一个节目 T正步 喊口号 给领导看看我们的精气神 我们班呢还需要一个红旗手 红旗手不但代表着我们班级的精神面貌 还要督促我们班级学生进行彩排 所以 有同学毛遂自荐这个红旗手吗 红旗手 听起来好像很适合我耶 这是让初中老师认识我的一个好机会啊 我必须要积极一点 很好同学 请起立 你叫什么名字 来自什么小学 老师好 我叫Wojak 来自六村小学 Wojak是吧 很好 但是老师啊 想找一个身高高一点 气质更粗粗的同学 你那有点太瘦弱了 你先坐下吧 嘿我吵笑死 看到没有啊 老师居然拒绝Wojak了 真过瘾啊 靠 这个老师什么意思啊 自己说毛遂自荐 既然没有其他同学举手 不应该就让我来胜任红旗手这个职位吗 这样拒绝我不就等于当着全班的同学的面 不给我台阶下让同学笑话我吗 诶这个同学 你起立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看这气质很好啊 坐姿也很挺拔 我需要你做我们班的红旗手 好吗 好的老师 有什么了不起的 红旗手不也是要太阳下面暴晒的吗 我感觉不做红旗手也挺好 我操 今天中午又排练了两个小时 为什么学校总是喜欢搞这种没有意义的活动啊 胖子啊 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我感觉老师啊 就是为了在校领导面前表现自己的能力 让我们做牛做马的排练 这些活动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 还不如让我们去打打球锻炼身体 不好意思打断你们一下 你们能不能别那么消极啊 我们国家发射载人卫星成功了 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进步啊 如果中国人都像你们一样 那么我告诉你中国绝对没救了 罗杰克 看你那么积极 但是好像仕途还是不是很顺啊 这你们就不用管我了 是金字总会发光的 我是一点也不担心我的未来的好吗 哎胖子啊 你们看啊 那边有个长头发的男的 每次排练好像都坐在书荫下面看我们 老师好像也不管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哦 龙哥啊 你们下次见到他一定记得喊他龙哥啊 不然放学你们就惨了 我听说班主任都拿他没办法 真的假的 胖子啊 班主任都拿他没办法 他谁啊 很屌哦 他可是我们学校副校长的儿子 就是这么牛逼 你们看到他的头发了吗 这种头发没点背景 你觉得留得下来吗 早就被我们班主任剃掉了好吗 我操胖子 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龙哥 阿龙啊 今天辛苦了 你就在这边树荫下休息就好 监督一下我们班级学生啊 不要乱跑 同学们 辛苦了 大家再坚持一下 下周就是我们检验成果的时候了 我知道大夏天的 同学们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但是呢 我们再忍一忍 今天中午再加练一个小时 争取拿到全校第一 啊不是吧 还要练一个小时啊 妈的老师躲在树荫下面 说着风凉话 晒太阳的不都是我们吗 老师 老师 不好了 我们班级两个女生晕倒了 他们好像中暑了 没关系 送去医务室休息一下就好了 现在的小孩啊 不是我说 就是温室里的花朵 稍微晒一下太阳就不行了 要我说啊 还是缺乏锻炼 更应该假把劲的练 来 吴杰克 你去陪那两个女生去医务室休息一会儿 等会好点了 记得把他们带回来接着练 我们班级是一个集体啊 好的老师 我一定顺利完成任务 卧槽 终于排练好了 今天这老师还是人吗 我们班级的两个女生都中暑了 还要逼着去彩排 是啊 而且龙哥缺席老师一句话都不敢说 两个女生中暑了 马上就说我们班级没有集体精神 也是够搞笑的 你们知道最屌的是什么吗 卧杰克还硬生生的 把那两个女生给拉回来训练了 我们班级的男生的脸啊 都被他小子给丢光了 喂 你们在搞笑啊 我不也是为了我们班级吗 班级能够拿到奖状是我们的荣誉 那两个女生本来就太娇贵了 就应该像老师说的一样 多练练好吗 诶 龙哥好 诶 龙哥好 诶 卧杰克 你今天怎么又那么晚回家 我看你学校的成绩又退步了 是不是上课没认真听讲啊 爸 我最近帮班级里的同学排练节目 所以耽误时间了 卧杰克 你可别再像小学一样了 你看你给老师打工 结果老师都不把你当人看 学生的任务啊 要我说还是得回到学习上 我现在看到你给老师做事就来气 可是小学的时候你们不是都是这么说的吗 一直让我和老师搞好关系 要和领导搞好关系 这些都比成绩重要啊 卧杰克啊 你爸说的也没错 你已经比别人落后一大截了 进了六中以后 我们在亲戚邻居面前头都抬不起来啊 所以你必须要更刻苦才行 给我们争一口气 知道吗 话虽这么说啊 但是我感觉小学老师这么坏 也不见得你初中老师也一样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卧杰克 还是要跟老师搞好关系一点 同学们 今天就是收获我们成果的时候了 大家记得表演的时候 一定要动作做到位 动作一定要统一 喊口号一定要响亮 好了 祝我们班级拿到好成绩 同学们啊 这次我们神州五号的列队表演啊 只拿到了年级第三 我看到了同学们的努力 但是呢 我们的努力还是不够 下个月市里有唱歌比赛 我给大家选了领导最喜欢的红歌 宝威黄河 到时候啊 我们一定要拿出最好的精气神来 什么啊 又要唱歌比赛 怎么批事那么多啊 胖子啊 你什么情况啊 你给我站起来 你不想唱可以不唱 没有人逼着你唱歌 但是你不能剥夺 其他同学想唱歌的权利 而且我可告诉大家了 我们已经出一了 马上就能申请中国共青团了 唱歌积极的 老师都会看在园里的 哇哦 入团 我记得我爸说过 入党之前必须先入中国共青团 看起来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请问老师 入团有什么要求吗 我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 我跟大家说 入团呢 要看很多因素 你的成绩 你的社会成分 你在学校担任的职责 就比如说 我虽然成绩不好 但是这次彩排 他非常的认真 所以老师也都看在眼里 我价就会有加分项 哦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啊 我跟大家通知一下 我们班级的阿龙啊 会是我们班第一个入团的 因为阿龙父母都是干部 平时工作都是为了我们人民群众 对不对 没有太多的时间照顾阿龙 所以我们学校得知了这种情况 当然就会给阿龙同学一些特殊的照顾 总之呢 入团的情况很复杂 都需要分开来看 大家应该都能理解的吧 好嘞下课 敬礼 同学们再见 老师再见 龙哥龙哥我不敢了 上次我是真的没有看到你才没叫你的呀 哦是吗 我上课看你不爽很久了 每次老师点名叫到我 你也不把答案告诉我是想怎样 龙哥对不起啊 我那次真的没听见你在跟我讲话 那说明你的耳朵不好咯 那兄弟们给他支支耳朵好吗 我不说停你们就别停 好 哎胖子啊 你们听说了吗 昨天小孙好像被龙哥教训来 我不知道啊 怪不得今天早上班主任还问我 昨天放学有没有看到什么 看起来正在给龙哥擦屁股耶 是啊 我听说昨天龙哥吓死我太重了 小孙直接进医院了 但是我也只是听说哎 哎不是吧 小孙昨天居然伤得那么重啊 还好我没有去治治 不然我可能也躺在医院里面了 话说昨天小孙好像看到我了 他不会要我坐证吗 哎呦Jack 正好 你来我办公室一下 我有一点事情想问问你 哦老师我先去擦黑板 不然下节课英语老师会生气的 哎呦Jack擦什么黑板啊 我让别人去擦好了 我现在真的急死了 你快点来我办公室啊 我家卡 老师今天呢就只问你一件事情 就是你昨天放学 有没有去过学校的后华园啊 去过啊老师 哎呦我的天呐 那你昨天有没有看到阿龙啊 我昨天有看到龙哥 和他几个朋友在欺负小孙 哎呦 我家卡那个 我先去关个门 所以我家卡 昨天阿龙的事发经过 你全部都看到了对吗 是啊老师 是这样的我家卡 阿龙是我们学校副校长的儿子 他爸妈都是干部 平时没有时间看管阿龙 所以昨天和小孙放学完的时候呢 可能是闹了不愉快 不小心把人家小孙的胳膊 还有膝盖给弄伤了 我家卡你觉得是不是啊 我靠班主任这是在威胁我吗 明明就是龙哥先动的手啊 老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只看到龙哥单方面的 在对小孙进行霸凌 哎呦我的天呐 我家卡你小子怎么脑子转不过来啊 小孙昨天在医院和他家长说 你看到事情经过了 我也就是实话和你说 如果之后警察叔叔来问话 你就说不知道没看见 我这个学期保证给你单干部 还有入团 我操又来这一套 我小学已经吃过亏了好吗 小学班主任就给了我一堆没用的奖状 到头来还是让我进了六中 我可不能称岛覆辙啊 这次必须抓住这个天赐的良机啊 老师 我爸妈一直和我说 做人要诚实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把我看到的告诉警察叔叔 我先回家了 哎呦我的天呐 我家卡你可别冲动啊 这样吧 今天我带着副校长直接来你家家伙 我们再好好沟通协调一下这件事情 知道了老师 哼 看起来今晚学校就要和我谈谈条件了 哎呦我家卡你今天怎么那么晚回家啊 肚子饿了吧 快点先吃饭吧 妈一会副校长可能会来我们家家访 我们晚点再吃吧 我家卡你什么情况 又在学校惹事了 好好的副校长为什么会来我们家里家访啊 爸你就等着瞧吧 臭小子你 不好意思啊 请问这是我杰克的家吗 我是六中的副校长 啊老师 幸会幸会 有事快点进来说 所以事情呢就是这么个事情 我们学校也已经以人道的名义 给小孙垫付了部分的医药费 该尽的责任 我们其实一个都不会少 唯独一点 我作为阿龙的爸爸 我不能让阿龙的档案有任何问题 阿龙这件事情呢 我当然也是有责任的 你们有什么条件尽量说 只要对阿龙的前途没影响 我一定都会尽量满足的 副校长啊 你正不明白着让我们我家克做伪证啊 哎呦孩子他爸 你先别说话 你先让副校长把这个话说完 我家克他爸 话别说的那么难听 我们都是为人父母了 自己孩子犯了事 当然都希望能够不要影响到自己孩子的前途 你说是不是 更何况这件事情 我们家阿龙其实也没有参与 都是他的那群湖盆狗友干的 这样吧 你们我再可如果现阶段有各种生活上的 学习上的问题 尽管和我说 我有能力啊 一定会帮你们一把 真的吗 副校长 其实我们唯一心里的一个石头啊 就是我再个这个孩子 他读书成绩不好 做父母的都知道 小孩子的前途肯定是最重要的 我们比较担心 他进不了一个好的高中啊 以后这孩子一辈子就毁了啊 好说好说 我再卡 这个好说 虽然我们六中不是什么重点学校 但我还是在其他学校是有人脉的 如果我再可这次能帮我们阿龙一把 那么我肯定也会帮我再可以一把 我会尽快去给你们搞到高中的特张名额 到时候我再可只要中考过最低分数线 就能被录取了 副校长啊 我们也不怀疑你的人品 但是这个也口说无凭 你说是吧 来张老师快点把协议书拿过来 我家的父母啊 这点你们放心 阿龙的前途啊也同样是我最看重的 其实我们早就想让阿龙去重点学校了 但是他妈觉得在我身边才能放心嘛 在学校不会被其他同学欺负 只要你们同意这个方案 我现在就能给你们签协议 是重点 我不敢跨下海口 但是去重点高中 我觉得你们可以随便挑 我有这个实力 真的吗 苏校长 那太好了 我就可来快点感谢你的苏校长啊 你看这是你的贵人爱 这样咱们两个年轻人前途都一片光明了 谢谢副校长 好 那么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我这个昨天放学在小花园什么都没看到 我真是太感谢你们的包容与理解了 哦对了 我这个以后记得在学校还是要低调行事 不要和别人炫耀 这样呢 在学校影响不好 我会叮嘱张老师 在班里特别照顾你的 所以你们都放心吧 哎 天色也晚了 我就不留下吃饭了 保重啊 那么我就先走了 谢谢副校长 哼 简直赢麻了 同学们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 小森同学前几天在放学的时候不慎摔倒 导致了小腿螺旋性骨折 半月板和膝盖的十字韧带撕裂 既然大家都是班级的一员 我觉得我们班级啊 有必要搞一个捐款活动 大家都应该献一份爱心 是不是啊 哎 我也听说小孙是被龙哥弄伤的 真的吗 我听小孙的邻居说啊 龙哥他爸连警察都买通了 喂 你们什么情况啊 胖子啊 你没有任何证据就造谣 你这就是诽谱你知道吗 那么你拿得出证据吗 拿不出证据以后这种话就最好别在学校说 你这就是造谣 警察都介入了 也说没有目击证人 你难道比警察还懂法 同学们大家少安勿躁 今天呢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我要对我们的班干部啊 进行一些调整 来 我再起立 是老师 我仔细想了一下啊 上次神舟五号的彩排 我再卡为我们班级付出了那么多 所以呢 我决定给我再卡入团的资格 我再卡明天早上你记得把入团申请书发给我 而且我再卡之后啊 可就是我们的学习委员了 我们班级正好空缺一个学习委员 你就负责监督我们班级的学习和纪律 好了同学们 今天我们把书本翻到第六十四页 什么 我再可是学习委员 哼 你们这群屁名 让你们再嘲笑我啊 我现在终于不用考虑成绩了 可以专心去搞班级的纪律 你们这些嘲笑我的 我一定要加倍奉还